南台湾高科技S狼带形成 护国神山台积电加码投资高雄 创造人口红利也带动房市需求 台积电1月宣布在高雄新建二奈名厂 低波受惠的范围 以南子和桥头最直接 郡都建设推出郡都柯南获得热烈回响之后 郡都桥柯大集也激进玩销 看好高雄整体房市 郡都建设下一步重回市中心布局 陆续买下南高雄的农石榴 巨蛋商圈和爱河的精华地段 专家指出高雄整体房价 还在被低估的状态 北高雄有台积电和周边供应链 厂商进驻的人口红利 房价却还在三字头 属于起涨阶段 增值空间很大 很有机会复制逐科南科的成功模式 亚洲新湾区 巨蛋商圈 甚至高雄车站周边房价 都还有补涨空间 一个城市要能发展起来 一定要有重大的投资计划 政府跟高雄是在打造所谓的 半导体的X廊道台积电 准备在这个南芷这个地方 有设立这个2奈米的这个工厂 这个桥头工业园区来说话 目前为止有包括说像日月光 然后国具还有红海等等 那因为有这些高科技人才的进驻 来说房价当然就居高不下 台北市的这个南软的发展 它的房价一共前前后涨了6.8倍 内湖涨了6.5倍 竹科也涨了6.2倍 南科也涨了5.4倍 在亚湾区这边来说目前高雄市有5大公共建设都在此完工 我们以高雄的整体最高价月末是在这个71万左右的这个房价来说 高雄市的整体房价目前为止来说也是被低估了一个状态 高雄在地建商品牌推案百亿的推案王郡都建设 一直以来都锁定跟着政府和产业发展精准推案 位在高雄新市镇的代表作 郡都桥科大级热卖超乎预期 以购客也期待未来涨幅 因为我是在地桥头人 然后发现他们离捷运站非常的近 走路就可以到 然后附近的生活机能也蛮方便的 红线跟紫线的在清普捷运站这边未来会交捷 桥头麦当劳那边旁边会有一个连外道路到桥头科学园区 所以桥头科学园区跟台积电未来在这边设厂之后 这里有刚性的需求所以有抗跌性 买在这边自住也好自产也好 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保障 高雄的房子真的CP值太高了 对而且现在这个低基期三字头其实是很多一般的 如果双新家庭其实还是OK可以买得起负担得起的 郡都建设的董事长兼任执行长唐成 虽然是年轻的八年级生 但眼光独到出手快很准 接棒短短13年 突然量就从1亿变成100亿元 业绩成长100倍 可以说是只有郡都能超越郡都 企业成功是在传承的最佳典范 我们在好的地段然后盖一个大家住得起的房子 然后让更多人看见高雄 基本上一向都是退一到四房或是二到四房 就是我们最简单的初衷嘛 我们地点的地段一定都是精华地段 但是我们是不会盖大坪处 让很多人就是买不起 可能也没有办法参考 我们也希望说他买这个房子 其实是有赚钱的 当初买的时候大概就是24 25万 其实到教务的时候 你就短短两年时间 其实他就卖到38 40万 那对我们公司会越来越有信心 郡都建设选载精华地段 以及具有愿景的区域 规划买得起住得舒适的好宅 眼光精准抓紧未来发展趋势 让买到的顾客都能享受更多价值空间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